列王记上第九章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 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 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 如先前在积变 向他显现一样 对他说 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 我都应允了 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 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 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 你若效法你护大卫 纯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 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 谨守我的律例典章 我就必兼顾你的国位 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 正如我应许你护大卫说 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 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 转去不跟从我 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 去侍奉敬拜别神 我就必将以色列从我 侍给他们的地上剪除 并且我为几名 所分别为圣的殿 也必舍弃不顾 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作笑谈 被击翘 这殿虽然甚高 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 痴笑说 耶和华为何像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 人必回答说 自因此地的人离弃 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 知耶和华他们的神 去亲近别神 侍奉敬拜他 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 临到他们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 这两所二十年才完毕了 泰尔王西兰 曾照所罗门所要的 支柱他香伯木 松木和金子 所罗门王就把 加利利帝的二十座城 给了西兰 西兰从泰尔出来 查看所罗门给他的诚意 就不喜悦 说 我兄啊 你给我是什么诚意呢 他就给这诚意之地 起名叫加布勒 直到今日 西兰给所罗门一百二十 他连得金子 所罗门王挑取福苦的人 是为建造耶和华的殿 自己的宫 米罗耶路撒冷的城墙 夏索米吉多并基色 先前埃及一王法老上来攻取基色 用火浑烧 杀了城内居住的迦南人 将城赐给他女儿 所罗门的妻做庄年 所罗门建造基色 夏伯和荷伦 巴拉并国中旷野里的达末 又建造所有的基货城 并屯车和马兵的城 与耶路撒冷、黎巴嫩 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 所愿建造的 至于国中 所剩下不属以色列人的 亚摩利人、赫人、比利喜人 西魏人、耶布施人 就是以色列人不能灭尽的 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 做福苦的奴仆 直到今日 唯有以色列人 所罗门不使他们做奴仆 乃是做他的战士 臣仆、统领、军长、车兵长、马兵长 所罗门有五百五十都宫的监管工人 法老的女儿 从大卫城搬到所罗门 为他建造的宫礼 那时 所罗门才建造米罗 所罗门每年三次 在他为耶和华所筑的坛上 献凡祭和平安祭 又在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烧香 这样 他建造殿的工程完毕了 所罗门王在以东地红海边 靠近以路的乙巡 加别制造船只 西兰差遣他的仆人 就是熟悉泛海的船家 与所罗门的仆人 一同坐船航海 他们到了厄匪 从那里得了四百二十他连德金子 运到所罗门王那里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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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订阅